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借庸 就是一借平庸 今天我在温哥华给大家做一个红烧乳哥 Let's go 红烧乳哥是中国第一家西餐馆 广州太平馆的一道名菜 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很多名人,包括蒋介石、周恩来 他们在广州的时候都经常去太平馆点这一道菜 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推崇过这一道美食 我把两只乳哥买回来以后洗干净 放点盐、放点糖、胡椒粉、胡椒粉 腌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把腌好的乳哥放在热水里面冲洗 把多余的腌料全部给它冲干净 注意啊,热水不要太热 最好在七八十度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太热的话,那个皮会出油 出油了以后呢,这个乳哥炸起来的时候会起一点点黑色 不好看 冲干净以后,我们把它挂起来晾干 我们就可以上这个脆皮脏 脆皮脏两茶匙的生粉 再加一勺的麦芽糖 再加100克的白醋 调和均匀以后就可以了 脆皮脏起码要擦两次才够厚,皮才更脆 擦完脆皮脏晾晾干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在烤箱里面烤了 大概用195度的卢温呢,先烤个25分钟 然后拿出来呢,把眼睛挖掉 因为眼睛里面没有水分 如果放在油锅里面炸呢 它会爆炸的威力了 有时候会把油溅到自己的身上 容易烫伤 完了以后呢,我用很热的油 淋在这个鸽子的皮上面去 在酒楼的做法呢,它们是不禁烤箱的 直接用160度的油温呢 给鲁哥先炸熟了以后 再调高温银勒皮 把整支鲁哥呢,泡在这个油锅里面 要用比较多油 在家里就不适合了 我们在温哥华呢 每家每户都有烤箱烤炉 所以呢,我一般是放在烤炉里面 先把鲁哥烤熟了 再用高温油锅来淋皮 还有一种方法 如果没有烤炉的话呢 你可以用70度左右的热水 先把这个鲁哥呢 蒸泡25分钟 把鲁哥泡到8成熟了以后呢 再像脆皮这样 用高温油来淋皮 淋出来的鲁哥红皮尺状 再把它放凉 看见就可以上桌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 转发 评论加关注 欢迎你来温哥华 借用代理 玩好吃好 还了解加拿大历史文化 好 好 好